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来自公正党的卫生部长扎利哈以新人姿态在卫生部挑起大梁 不少对我国医疗改革寄予厚望的组织都陆续向扎利哈提出不少建议 像是大马卫生联盟今天就发文告向新冠上任的扎利哈给予了三大建议 希望扎利哈可以在上任的100天之内达到 当中就包括了延续卫生改革议程 像是巩固公共卫生系统 确保我国的医疗设施足以应付越来越多的患者 还有维护卫生工作者的福利 不止如此大马卫生联盟也促请卫生部继续解决合约医生的问题和推行烟草法案 除了大马卫生联盟 大马非传染疾病联盟也选在今天举办全民医疗论坛 并且破天荒的请来了三任前卫生部长同台 包括国阵时期的苏巴马连 西蒙时期的祖基菲里 以及刚刚卸任的凯里 作为前任卫生部长的凯里在论坛上强调 医疗改革不应该被政治化 而团结政府的行程正式实施医疗改革的最佳时机 他指出很多医疗改革 其实早在苏巴马连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 所以现在是时候开始落实这些改革了 那凯里也没有忘记向新卫生部长扎利哈喊话 要他尽管放心大胆的去落实改革 因为三名前卫生部长都会是他的后盾 三名前卫生部长难得同台 三代卫生部长凯里 祖奇菲里和苏巴马连今天一起现身全民医疗论坛大会 同做一排的三人不时在场下交头接耳 不知道是不是在交换对于大马医疗服务的意见呢 而在出席论坛后 凯里也隔空向没有出席的卫生部长扎利哈喊话 强调他们三人会在背后默默给予支持 他大可放心去落实医疗改革 虽然扎利哈没有现身 不过出席同场活动的副手 鲁卡尼斯曼则是向记者指出 他已经听取了三名前卫生部长的意见 而他将会把这些意见传达给卫生部长 同时卫生部也会仔细探讨 他们针对医疗改革所提出的各项意见 我将就语练及了什么 士兰威医长...... 我将会确定在与原谅市场进行吗 我将会在与原谅市场进行过 即将与原谅市场进行过 各项中的与原谅家 我将会将有与原谅市场进行过 各项的凶价 您将同时的产生部长 当时我将会确定当有准其 社会进行过 警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